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美国惧怕中国 原因确是错误的 美国国会目前关注的焦点 要关注的是 美国大公司的新数据和反垄断 法规的辩论 国会的目标是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决定 在线市场的赢家和输家 然而反对者认为 这是在承认自己的弱点 并且给中国以可乘之机 那事实上 当美国人在抱怨监管可能变化时 中国政府也正在对其最主要的公司 如百度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 进行严厉的监控 虽然在2020年 这些公司估计会通过大量投资于 初创企业来推动5G和面部试别等技术的发展 但一系列激进和不可预测的措施 使其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 去年中国科技公司的股市估价 已经下降了1.5万亿美元 投资者和这些科技冠军一样 已经停止了长期的规划 那与此同时 美国的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和meta等巨头的估值 超过了2.5亿美元 确实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管 数字平台的主导地位也加剧了社会问题 因为它允许错误信息的传播 并使人们注意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明白 未来的技术之战是在中小企业身上上演 通过制定强有力的反垄断措施 中国还推出了小巨人计划 那旨在支持1万家致力于开发力机技术的小公司 这些技术肯定将会成为未来的技术 那这就是美国人需要从中国吸取的教训的地方 那最后的战斗很可能在中国人准备好的 美国人措手不及的领域展开 美国政府应该迅速行动 否则尼古拉 沙伊兰所言的科技之战 美国已经输定了的说法或将获得兑现 那此外 中国要开放的燃煤电厂和世界其他国家 要关闭的燃煤电厂一样多 尽管对气候造成了破坏 但根据全球能源监测组织周二发表的年度报告 世界上仍有34个不同的国家计划建造或扩大燃煤电厂 其中大部分在中国 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上呼吁放弃 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以遏制全球变暖 当时总共有65个国家承诺停止建设 不过即使在86%的国家没有新的碳煤项目的金核组织 那也有6个国家仍然在考虑新的碳煤开发项目 他们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波兰、墨西哥、日本和土耳其 再来我们关注中国对俄乌冲突长期化忧虑正加深 新华社前天看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苏面专访全文 当中还直接引述库列巴三度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表述 有别于战争爆发以来在宣传上与俄罗斯保持同调 库列巴就表示俄乌战争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批评俄罗斯损害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领土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和经济问题 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威胁 他并指出欧洲当前出现的最大不稳定 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 那欧洲国家感到恐慌 因为他们不能保证明天俄罗斯不会决定入侵他们 那库列巴就强调局势并非因乌克兰而升级 乌国是在行使自卫的权力 如果现在不阻止俄罗斯 几年后他会引发更多危机 他表示希望中国呼吁俄罗斯停火 认为这会成为维护和平 防止进一步人道主义灾难的重要举措 那俄乌战士爆发以来 库列巴仅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两度通话 相比之下王毅三月底 曾在安徽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对面会晤 那重申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意愿 库列巴也透露 乌克兰目前正在研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以及其他大国获得安全保证的可能性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就说 库列巴的表态显示乌克兰政府对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抱有期待 但他指出俄乌战争目前面临的困局就是谁都不想让步 双方态度强硬 让中国劝和促谈的角色变得很尴尬 中国有什么能力和筹码能够说服俄罗斯 这也是很大的疑问 那朱峰就预期 如果美欧俄乌等各方在姿态上都无法有实际的妥协 中国也很难有实际性的作为 朱峰就指出中乌官方互信近年来其实有所下降 那泽连斯基政府过去几年在国内大力推动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 那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又利用了美欧大打外交战 舆论战 信息战等等 都让中国对其有很强的政治上的戒备 要让中方更主动在政治上和泽连斯基交往的可能性不大 但朱峰也解读 新华社发表库列巴长篇专访 释出中国可能对乌克兰军事冲突长期化的忧虑 再进一步深化的信号 他说 当然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对于乌克兰现任政府的声音 中方也需要更多的去重视和聆听 这个意义还是很重要的 换个焦点 资历更深政策失效 中国印度贸易急增 那尽管印中政治关系紧张 但是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贸易数据就显示 双边贸易在2021-2022年财年同比增长44% 达到近1300亿美元 据让得理担忧的是 印度方面的贸易逆差猛增到770亿美元 远高于上一财年的450亿美元 那此前 印度政府致力于大幅削减从中国的进口 印度宣布禁止数十款中国应用程序 推动致力更深 那很多普通印度人还砸烂了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 并曾发誓永不购买中国产品 那在过去的两年中 尽管印度在印中关系恶化大背景下 推动被很多印度学者称为 游戏规则改变者的智力更深政策 但最新双边贸易数据就显示 这方面的努力似乎进展得不太顺利 那相反 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猛增 那中国方面发布的数据就称 印度在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 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034.7亿美元的商品 此前一年数字接近660亿美元 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也从2020至2021年的175.1亿美元 增加到2021至2022年的264.6亿美元 最令印度政府担心的是 对华贸易逆差已从2020年440.2亿美元 飙升至770亿美元 有印方专家就直言 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的努力失败了 那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协调员黄云松教授就认为 尽管中国和印度仍然受到边境紧张局势的影响 但双边贸易仍按预期增长的现象 至少说明了三点问题 那一 中印贸易关系遵循经济逻辑而不是地缘政治逻辑 任何内外实力都不能轻易阻挡其发展和增长 二 边界问题只是中印关系中的一小部分 当边界局势通过共同努力得到控制时 双边关系大体不会全面恶化 三 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贸易领域是相辅相成的 这证明了贸易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和弹性 那黄教授还表示 美国北约和欧盟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无助于和平解决 并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供应链危机 不符合中印两国的国家利益 那中印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 终极目标是在确保良好的战略环境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实现民主复兴 那如果中国和印度相互对抗 上述目标就将是白日梦 那因此没有理由停止双边贸易的增长 印度德里FORE管理学院中国事务专家 费萨尔·艾哈迈德博士表示 印中双边贸易注定要增加 他也总结了三个原因 一、与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在营运规模、技术和全球价值链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智力更深政策不是单单针对中国的 而是一项以国内发展为中心的政策 旨在提高印度自己的国产能力 三、如果印度打算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国 也必须成为一个主要的进口国 对印度来说 中国是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因为具有成本效益 并且已经成为大多数商品建立了功能性的供应链 艾哈迈德认为 减少与中国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好方法 是谈判一项印中贸易和投资协定 其中不仅因包括货物贸易和投资流动 还因包括加强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明确两国 可以给予对方多少关税优惠 从而为逐步增加这些让步铺平道路 他指出这是印度加入RCEP的一个主要障碍 因为如果加入RCEP 印度工业担心中国商品会涌入印度市场 艾哈迈德博士就说 如果谈判达成印中协议 印度就可以很好地谈判自己的经济利益 从而寻求改善印度在中国出口的市场准入 减少贸易不平衡 此外因鼓励来自中国的合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以抵消和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 印度专家就指出 最近印度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也可能为印中贸易和投资协议开创了先例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莫迪下周访欧 加强印度与欧盟伙伴关系 为了加强印度与欧盟的伙伴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下周将访问德国丹麦和法国 此时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 受到了舆论的批评 在访问期间 莫迪预计将向欧洲领导人解释印度的立场 德国是他到访的第一站 莫迪将在柏林与德国总理肖尔茨进行首次会晤 那在莫迪到访之前 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林德纳就说 没有印度任何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 去年印度和德国纪念了建交70周年 自2000年以来 两国一直是战略伙伴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就说 这次访问将是一个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的机会 两国政府将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事物交换一件 外交政策专家就说 这次的访问将让莫迪更好地了解 德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 印度寻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 以推动正在欧盟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 访问柏林之后 莫迪将应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的邀请 前往哥本哈根与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的领导人 共同出席第二届印度北欧峰会 莫迪此行的最后一战将是在巴黎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 预计这次会晤将成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制定一个更具野心的议程 那因为成功连任的马克龙 正在寻求法国优先的欧洲外交政策 印度是欧盟的重要战略伙伴 也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2020年的货物贸易额达到了628亿欧元 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那印度前驻德国大使辛格表示 印度的欧洲政策以德国为重要节点 那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技术原因 而不是法国主导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 他说德国在2021年阐述的印太政策 指导方针表达了与印度接触的新意愿 前印度驻法国大使库马尔也说 欧盟成为多级世界中强大独立的一级 这符合了印度的利益 德国有了一个新的总理 而莫迪相信个人外交 所以这次会议将是关键 库马尔就说 德国已经开始在印太事务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对印度很重要 德国是一个经济大国 迄今为止在这一方面 是印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原油价格上涨 新加坡亏损58亿美元 俄乌战争造成了生活费上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指出 过去16个月原油价格上涨一倍 以对新加坡造成58亿美元的损失 相当于GDP的1.5% 李显龙说 俄罗斯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 乌克兰则是小麦等 核物和菜油的最大出口国之一 俄乌战争造成了全球能源紧缩 干扰全球粮食供应 能源和食品价格飙涨 他说新加坡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 无法避免这些下行的压力 那新加坡除了太阳能供电 几乎所有能源供应都是进口 那油价翻倍上涨 一部分的开支 必须由当地家庭企业和政府承担 李显龙就表示 当局协进佐能 减少冲击 包括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包含了援助配套和各种补贴 金管局最近允许波源升值 以及政府采取措施 确保粮食和能源供应不受影响 这些措施短期内 可帮助本地家庭减轻负担 但产远来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他说根本的解决方案 是要提高生产率 推动企业转型 取得经济增长来提升每个人 如此国人的收入才能提高 足以弥补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 他并指出 大国可以转向国内市场 但新加坡无法这么做 因此必须保持开放 让经济变得更有嫩性 同时不断把握增长机遇 提高竞争力 那尽管气候不确定 同时还面临全球化的压力 投资者仍会觉得 值得来新加坡投资 我们仍将可以出口到国外市场 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谋生 李总理就强调 获得经济增长并不足够 新加坡必须保持政治和社会凝聚力 国人要强大和团结 而劳资正三方 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联合早报报道 由李显龙接班人 财政部长黄勋财 领导的第四代团队 将启动及时广益的全国运动 聆听各界对经济 医疗 住屋 教育等许多课题的想法 最终制定新加坡前进 Forward Singapore议程 那为师臣制定 接下来十年 及更长远未来的路线图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天同一时间 感谢观看